专门按照你的喜好来设定 哇 我觉得这个世界 这也是AI恐怖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以前有这个 所谓机器人三原则 对吧 就是要服从人来 阿希莫夫的那个 我们人做事其实是有驱动的 或者是我为了繁衍 或者是我为了我自己的价值实现 现在我们还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目标感 或者是驱动 就是物竞天择的这么一个机制 如果你给他 他第一个要去获取的 就是你的资源 人的资源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 我驱动你干一个事最好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制造AI的时候 也就是也可以把它给交坏 我给他一些道德败坏的驱动因素 或者是他就是人 知道人类相互有爱对不对 但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对 很残暴 对吧 那他这个驱动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个人更强 或者是我要我团体更强 那就显露出他更残暴的那一面 特别是大家在谈到 把控人工智能风险的时候 通常最经常提的 就是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英文叫bad act 就是坏人 比如说用在一些不好的领域上来 就给他个坏的目标 杀人的 就想让你去摧毁对方 对对对 这种是一种风险要控制 对所以这一块是 所谓的这个风险 另外一块就是 刚才你说的那个做坏事 其实是一个对齐的问题 所谓对齐 就是价值观 对上还未必是人 对上我们人类希望他方向的走 他要善良 他要这样 他不要把我们动物性坏的那面有 他最好只有好的 然后在社会上 他最好不要歧视弱势群体 他不要歧视有事的人 就给他做各种价值观的对齐 就这两个是现在主流的观点上 把控人工智能风险要特别关注这两点 得让他对齐 我们去对齐他 我们让他对齐我 让他对齐我们 想要他善良的那面 还不能对齐我们 人是很残暴不动的 对啊 因为一个好人突然急了 也会干坏事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的 在我看来最好的形态仍然是 我们人类发挥人类的优势 怎么跟他更快的结合 就我们跟他越快的结合 他就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 对 是的 如果我们的人脑效率很高 我跟他快速结合 他就变成 我们和他在一起 形成新的物种 是一个我们的延展 对 就是我们更强的一个延展 对 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新的物种 但最好不是说 我们跟他慢慢的 就是让他自己去搞 我们自己这边搞 所以有可能 他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物种 那这个时候 你显然知道 他的这种强的事情 是我们很难去应对的 我觉得未来肯定有人这么干 天哪 过去就是电影里头看的那种 说他会伤害人的状况 他得首先有意识 才能结合他的智能来伤人 对吧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认为 我不需要意识 直接有智能 其实已经可以变得像人一样 他可能没有意识 但是他可能诞生出来 比意识更高一层 刚才他们假设很多都是说 他跟人类的相互竞争 那是前提站立的 这俩物种在一个生态位 就是他们俩都吃养 他们俩在相互竞争 我和人工智能都要抢电的话 对 我们就竞争了 对对对对 但你并不会把世界上所有蚂蚁都干掉 对吧 因为你跟蚂蚁没有太多的竞争 你踩死一只蚂蚁 那也就是偶然的 对吧 那蚂蚁也不会怎么样 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AI 他是下一代 他看我们跟蚂蚁一样 对不对 我们在干嘛 其实对他来说也无所谓 无足寻找 对 他可能去寻找什么宇宙的 其他的可能的奥秘 或者是其他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无所谓 所以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跟我说 互联网不是为人准备的 互联网是为人工智能准备的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道理 非常非常有道理 叫尼克约角 叫第四范式 我们以前的这个范式 更多的是基于人的经验 因为我们能记住的数 我们能识别的东西很少 第四范式是什么呢 说我能处理极大规模的数据 对吧 你之所以就是能够去识别 这出来这是一个杯子 是因为你看过这些杯子 对不对 但是可能有一个模型 他看过世界上所有的杯子 那这个时候 他的这种思考方式 和你就不太一样了 那显见的 他的能力可能会比你高很多 就我们叫数据驱动的 这样的新的思考模式 我们人类很多的时候 还是靠直觉 靠一些简单的抽样 因为你的样本量太小了 你能掌握东西太少了 极大量的数据的时候 它的能力会远超过这个的水平 如果我们是蚂蚁 我们在天在地球上 看这么多东西 我还担心AI没想象力 其实它早就超过了我们 不知道 也许将来会这样 但我自己觉得 我更希望看到的 本位主义的角度 是更希望人和它结合 扩张人的能力 说我们结合以后 变成一个新的物种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它自己就跟三体一样 在一个另外一个纬度 更高的纬度上去前进了 也许对我们有意义 但是这个事其实与你无关 对 我之前看过 有一位赫拉利说的 他说比方说 π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 还没有到头 对吧 他说一个国家 其实你的计算能力 能把π算到多少位 就是一种计算能力的标志 对 他说万一哪一天 人工智能力给他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算这个π 他就把我们互联网 把我们什么电力全接管了 然后他的目标就是算这个π 有可能 不干别的 你们就人就饿死吧 就他在那儿算π 他甚至可能把太空都接管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就跟人的这个进化很有关系 你看算π这事 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得利的地方 对 他不会产生这种正反馈 就是什么叫正反馈 就是比如我干这事 然后使得我更强大 我更强大和更开心 对 更开心 甚至于说可能还会有一些 更加让人觉得无语的案例 你给他个目标 他去做这件事 当他有了这个大目标的时候 他拆解小目标 他的某一个小目标 也许非常不在意的 会觉得人真的挺低效的 把这些人拿走了之后 也许我可能更高效 这甚至都不是一个恶意的 也不是一个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他在工作中就发现 效率太低了 对 要不拿掉吧 这种性是比较可怕的 不能比较可怕 是有这种可能性 先畅想中 如果我们畅想 有这种可能 他在某一个地方 形成了这种反馈 然后他就会无限扩大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 现在大家去谈这个风险点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很多人在 刚刚开始进入这个 GPT这个大模型的时代的时候 其实挺多人出来谈 AI的风险 张光老师说的 Jeff Hinton 就是那个大牛人 他本身是谷歌的 这个AI的领头人 他现在离职了 然后离职的主要原因 但他接受一个采访 我今天想要听 说他觉得AI的风险 是挺大的 他不希望再在一个 商业的公司里 继续他的这个工作 因为他希望 再回到学校里 是一个更加 这个学术界的身份 来讨论这件事 然后包括刚才你说的 马斯克 对 马斯克不是说 要大家停六个月吗 结果他自己搞了一个 他自己买了一万张芯片 就是说你们都停 结果我自己搞了 你们停一下 让我给点我时间买芯片 当人类没有充分认识到AI 尤其是全体人类 AI的这种能力的时候 我觉得这事确实挺危险 就跟核弹一样 没炸过两个核弹 大家觉得 那大家就都搞核弹 类似这个 就是我也可能扔一扔 你也可以扔一扔 我们能说它一定 但它确实可能造成 跟核弹一样的问题 我们其实得监控 我们手底下的人工智能 现在的能力是什么 是 得非常清楚 他做的那一步 是 就好像说 我是这个法老 我要一帮奴隶 给我盖金字塔 我得让这些奴隶的 认知水平 在一个比较低的时候 他不能知道 他能造反这件事 是在一个可控的情况下 技术角度 我觉得非常悲伤的事情 是有可能 我们最终没办法去控制 对啊 你要让他一直在学习 你从逻辑上讲 假设他在各方面的能力 都超过了人类 那人类是一个更弱的智能 而他是一个更强的智能 一个更弱的智能 怎么去控制一个更强的智能呢 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 可能在这个 发生这种转变之前 他们就说 有一部分人 这个脑机接口了 人和人工智能 已经合成为一种 半人半神的这种东西 就这帮人 其实最后控制了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我们已经是半人半神了 你离开开手 你手机吗 到哪都有个气 我是他的奴隶 我哪是神呢 我是他的奴隶 但是我讲一点 可能从技术角度来说 乐观的事情 假设我们只讨论 算力本身 计算呢 它有一个上限 叫兰德尔极限 就是我多大能量 最后能够产生多少算力 距离这个极限 就是计算能力最高的 现在所知的这些东西里面 最高的还是人脑 对 我怎么会比 这些效率特别高 你想你一天 就吃几顿饭 你才摄入几千大卡 大概也就 百分之一二十的能量 进入脑子里 大部分都在维持你身体肝 而且大部分说 他们说这脑子 好多地方没开发呢 对 你看比如语言部分 只占前额 一小部分 对吧 你看就这么点东西 现在我们需要花 十亿美元 搞这么一个东西 才能跟你 而且它那个电费 肯定是巨高 非常耗电 对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 至少现在 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 哪怕用最好的 GPU的这个芯片 距离我们人类的能耗 可能也还 差着几千倍 至少是几千倍 这种水平 对 我还听到一个 就是贵州的贫困山区 他们就是给妇女就业 就是让她们去进行 人工智能的图片识别 他们在训练机器人说 这个图片叫做水杯 那个图片叫做道路 然后其实是一个 非常劳动力密集性产业 好处就是让当地妇女 就是她不用背井离乡 到外面去打工了 对对对 我这插一个 这小插曲 他们说过去呢 这个地方一直是男性 就是爸爸出去打工 赚了钱回来以后 当地面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妇女开始赚钱以后 说这个地方啊 就是起了这个美容院 没假贴 经济又流传起来 然后孩子也有人带了 然后就开始一些正向循环 我想说这就是说 这人工智能 咱们说着说着 那么先进的事 其实背后到现在为止 我看到还是需要 大量人力在干这事 包括OpenAI 这次它的这个GP7的训练 它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公司 来协助它 这数据公司是硅谷的 但它的人力大量的来自于 印度和非洲 原来我就干这活 原来我们做图像标注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 发到孟加拉来去干 人力成本比中国还便宜 所以它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劳动力那极限 但我想说XGP不是 XGP真正的核心的检验团队 大概只有四十少人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 就是你过了英文四级了 你可能不再需要老师 天天跟着你了 对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大家现在在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从智能角度 大概相当于美国高中毕业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很多高中生拿它写作文 都打分数都很高 但有一个问题是 人类社会的一些知识的结晶 包括所谓我们的这种创新 到底是不是有世界上平均水平的这些 对啊 对吧 比如说你的进步都是什么这个牛顿 爱因斯坦这些来的 有可能人工智能训练不出来 我怎么知道下一个爱因斯坦 或者牛顿在哪 对爱因斯坦头你脑子解剖也没什么 这东西你找不到 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会带来一个 就是说缓解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担心 未来说如何去学到人类一分之一的那些 真正创建性的这个东西 可能缺乏训练依据 那可能它就练不出来 这才说的好 缺乏训练依据 对 没有模型可参照 它没有大量的数据来学习 我为什么问他 我说你能不能提一个没人问过的问题 我瞎想 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些提了问题 但没有回答的这种问题来推动的 对 还有一个 他们说现在人工智能还是没有身体吗 GPT包括其他的AI 正在成为人的身体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最大的一种可能 GPT可以现在实际上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跟外界沟通的渠道 就是让你超越了原来的你 就是原来的你 一天只能读一本书 你其实大脑很多地方没被开发 它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 它大概1700多个可调节的参数 对吧 人比这还是强的 就是说以后我一出生 我读小学中学不用学外语了 可能弄一 它就全解决了 我们再看现在的这个能力落地 我们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我们怎么赚钱呢 当然有些是体力劳动者 他有他的经验 那么有些是拿信息赚钱 就是我懂得特别多 我是大律师 有些人是拿他知道怎么做事赚钱的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要学 要花很多年 我很久以前是精算师出身 我要考15门试 才能成为一个 被俘经算师 又转到美国去 可是这一切 如果说在现在这个状态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去考这个试 因为我可以有一个copilot 它就叫精算师模型 我带着他 我还可以再带好几个 就附加是copilot 我把我的这个什么咨询的 要理解的也进去了 我再多学几个人工智能的 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带无限多的 当然看我有多少钱 和看行业落地的方式 我有无限多的附加可以跟着我 于是我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我能够的事情也非常多 我的时间可以花在更加 向大家希望更有创造力的地方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就这意思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我现在还要学外语 我为什么学外语 我要哪门外语 我调哪门外语 我还听到有更夸张的说法 说等了有大模型时代到来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了 不管你想要什么知识 什么信息 什么方式 理论上都有一定的模型 可以帮助你 那可能你要是不行就真不行 就再也不能一怀才不遇 难给自己找借口了 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说法 而且还有一个给人类更大的诱惑 可能导向我们所谓人的永生 这个问题真的最近是 一下子他的想象力空间全部打开了 我们正好在聊某一个方向的 那个产品落地的时候就说 我们人可以就自带伴侣 我们新生态小朋友 他可以自带他的AI伴侣 那这个伴侣跟他一起生长 看见他看的东西 听到他听的东西 接收到他接收的反馈 拥有他所有的记忆和交互的这个信息 包括他个人的数据 你对他的各种方式比他还了解自己 那将来人的肉体如果不行的时候 它是否还活着呢 你说的就是电子的永生 我思过我在 如果认为我们的自我存在是 基于意识认知的 那就可以不死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人脑的臭命已经算很长了 对比其他器官 但是它还是有问题 这就是生物体 但是如果放在所有我们叫 规机的这个层面上 对吧 碳级生物 像规机生物转化 反正这就能去块星球了 我是特别的坚信这点 而且我觉得马斯克说那话 我是不信的 马斯克觉得说呢 我们花太多精力在AI上 就很容易进入内卷 他觉得应该去火星 对吧 但因为我原来是做这个天文 包括这些 你知道其实火星比地球恶劣很多 谁愿意去火星 流放吗 没有外卖 是不是过不了 对吧 我们去最近的行星 太阳系之外的 也最近的 比如比邻星 距离地球也是 4.22一光年 我们这个肉体是 几乎是到不了了 光加速你都到不了 但是你想一种未来 实际上你自己就是一个意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意识 伴随着电磁波 四年时间就到那 而且实际上 你看我们现在探索火星 就是这个过程 你其实没去那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中国的这些 这个探约车发生的东西 跟你去也差不了太多 就是你的意识去到哪 我的意识去了 可是它有形体吗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将来可能会有形体 比如举个例子 你看过那个电影叫普罗米修斯吗 它可能就是传输过去一个DNA 那个DNA就在那自我繁殖出来 然后它就变成你有形体了 再把那个意识注入进去 对啊 对啊 但它更可能就是没有形体 形体它可能是一个可选项 对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物理载起 你说变成这个永生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啊 我都已经没了 我肉体没有了 你在啊 我没有这个永生的快乐 你的意识在啊 争议的点就是 一个完全经历了你人生的 有你的知识 也只有你的知识 然后有你的经验 有你的思维方式的 它真的就是你吗 你的独特性 就是physical 我身体存在是我的真的存在 但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意识存在 它是我的独立存在 对啊 难道砍掉你一只手 就不是你了吗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对吧 那好了 那就人可以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 都可以殖民外星球了 就我觉得那时候未必是殖民 核心的就是你的驱动是什么 你到底要干嘛 比如说我就是好奇心 还是说我寻找更多的资源 那就取决于你最后想干嘛 可是现在很多人担心的 还是眼前的事 很多人要丢工作了 对吗 这不就跟之前的那个 第一次工业革命 革命一样 非常类似 就是 工种的需求会发生改变 原来需要那么多的农民 现在可能工厂里需要更多的工人 原来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比较初级和比较中级的编程人员 他们可能就会变成prompt 提示工程师啊 或者是类似其他的结构变了 人会多出来吗 所谓这个无用阶层 就好多人就没事干了 男人无用阶层 who knows 没准他就走得通 也许他走不通 但我们核心的事情是 人类是可以容忍这种变化 或者说这种不同 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的释放 上一次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生产力的巨大释放 是不是很多人没事干了 现在还是这样 我觉得会有心的 不管是娱乐也好 或者是生活方式也好 出来继续把人的生命填满 至少还可以去训练 那个机器人读图 对 如果说在大模型时代的话 我们真的非常早期 理论上或者是乐观的判断 我们会出现一个模型生态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机构 都有自己的模型 作为模型 我们翻译成人话 就是知道怎么干这件事 且把这件事干成了 只要你暂时还不需要一个机器人 把这事干掉了 对 我觉得更可能不是说 我们人类跟AI办行 然后最后说有一个AI跟人一样 是你自己会 根据你的这个思想意识 会训练出来不同的模型 好多的来支持你的工作 对 你现在有两只手 十个手指 你能干这些事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你现在有一个能力 说我能同时指挥十个模型 他们分别干的 比如我音乐 我是这样的 画画是这样的 工作上的助手是这样的 还有可以跟学校老师交流的 还有去陪伴爸爸妈妈的 全部都是你训练出来的你 分身 对 你一下就工作 生产力就完全释放 时间释放 可是我目前为止的话 我还是可以脱离他生活 我觉得这正说明了 你这个职业最不容易被替代 说明你很安全 对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活 就是把这个人工的讲一段话 转变成一个表 比如你说了一段话 比如说中国这个GDP增长了80% 美国增长了60%对吧 你说完这些话 我听到了对吧 但是呢 这个不能做分析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数学 就是以前这个事得找人干 你知道吗 就是人去做这事 那现在才去瞬间一秒钟 啪一下就蹦出来了 你说了一段话 比如你拿咱的新闻稿 一啪一下就变成一个表格 你对完表格 你就会对比 比如说过去的十年 哪个国家GDP增长 速度最高 你可以迅速运算 就是你的这个思维能力 远超过你的这个外接的这个能力 你讲了一对话 其实是一个很 好低效 很低效的一个东西 就是会心一笑 你就知道我想传递的信息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更高水平就是 我看你那个脸部的一些动作 然后啪我就知道了 或者说根本不需要 就大家直接头脑脑机接口 就直接对接就完了 那比如说现在你看 就是地铁里头有广告 什么那种画是AI机器人画的 我还觉得有点丑 就现在还是没有达到 你说真有人味的那种艺术创作 跟人的心灵能够相通的 其实你这个例子有点意思 因为确实画师是现在被冲击的 特别厉害的一个行业 就是你举了一个机械性画的画 但我一朋友正好 他经常是帮别人出各种公众号文章 和那个期刊文章 他说以前出画呢 你至少得付个几千块钱 出一张图 然后当然你通过跟设计师多轮沟通 那现在呢 就是你找这个 对吧 就各种各样的 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来做 然后呢 那么他可能调个几次之后 他就能弄到自己享用的 是不是满分 未必是 但是不是省钱了 百分之百是 而且省了很多时间 你说太对了 而且我有一个冲击最厉害的一个朋友 他是游戏的这个设定师 这是冲击最厉害的 你看的话 比如说你看的是达芬奇剩下的那几幅最牛的话 对 或者是什么 这个确实我觉得拆机比可能 做不到做不到 差得远 但是你比如说你玩游戏 里面有十个人物 画一个大概 比如说我这里面一个人物是要穿的这个中国古典的这个汉服 另外一个穿的是中国现代的服装 以前大家还得跟着画你知道吧 然后现在你这样 Meternal这些东西 你直接输入几个参数 然后直接就出来了 对 你人手画很慢的 这个模型 你这种行为的模型越容易被识别 它就越容易被 对对对 而且你要降低你的标准 你不要以行业顶尖的标准来要求它 我觉得这个模型 它最大的力量应该现在目前来看 是能够取代掉中等级以下的就业人员的工作 它特别高级的你还是得要 就是做画也是 你特别高级的 他也是先出了底稿之后 他自己可能还得再调一调 对 这就是大师 但是大部分做这个图画设计 或者是其他的 他们做的也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作 你拿正常的标准去要求他 你会觉得好像也可以接受了 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最难被取代的是考古的 为什么呢 说考古的 最少精密的这种行为模型 认知模型 而且没人给他投钱 规模化 他出来以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考古 对 为什么呢 我的这个考古入门呢 是中国考古学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 写的这个中华文明探员 他里面讲了一些开古的这个核心的东西 跟咱们讲说那个刷子 那个是田野考古 但是工作 真正田野的真正的高光的部分是什么呢 是我们他叫气行学 你看那个很牛的那个考古学 你看这是商代的 就一个桃片对吧 这是这个西州的 这是东州的 甚至东州什么气都能分出来 对不对 但是这些专家是需要大量的看 大量的感觉 那我呢看了书 然后包括我经常去博馆 现在看也是 我大概能够分出来 哪个是东州和西州的 但是这个事很难用 叫形制或者是什么 但是形制有何种变化 比如说这个河北的是这样 河南是这样 但我觉得这个恰恰是AI最牛的 打到了AI的长处 为什么呢 这里面一个核心呢 就是我们人类能够认识的世界 是维度是很简单的 基本上是个二维 人眼顶多2.5维 我们所谓三维 其实你看到大多数是平面2.5维 我们认识的非常的浅 而且你记不住这里面特征 比如举个例子 这个杯子到底多少弧度 这个你记不住的 这个你只能大概说 好像圆一点扁一点 对吧 你看那个明代的这个弧和青代的弧 这个折角好像感觉更柔和一点 对吧 宋代的颜色感觉更温润一点 对吧 但这玩意你的描述就维度很低 你只能用温润这个词 但是对于AI来讲 他牛的事情是什么 色温色差这些全都在这 他一个更高的维度 然后这样他就能总结出来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需要所谓大师 然后去看多了摸多了 然后感觉 经验来的东西特别容易被AI学习掉 对没错 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关键词经验 经验 你是经验积累的 一定是能够被学习掉的 真的吗 对 而且他学习的程度比你强多 就像我刚才说 因为你眼睛的能力 包括你的手的能力太差了 可是人家不是原来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比如说给一个孩子看狗和猫的图片 一两张他上街看到猫狗就知道是猫狗 可是机器 你这个猫颜色啊 狗形态不一样 他会要看好多好多才能知道 甚至不能知道 是 但现在 最想的是个泛化的能力 泛化的能力 对 现在的程度是 你找任何一个图像识别的模型 你现在让他去识别猫狗太容易了 那是因为他之前没训练好 包括最新的一些放化能力 都超过你的想象 比如举个例 其实图像识别里最难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呢 这个杯子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怎么知道这是俩东西 一个小孩 你不教他 他也知道这是俩东西 他不知道这叫杯子 桌子和杯子是两个东西 对 对吧 因为你不告诉他也知道 对吧 你没告诉他这是杯子 你没告诉他这桌子 他就知道这是俩东西 就图像的分割 羽翼的分割 这块是最难的 这个在最近 Facebook也出了一个东西 取得了巨大的付 咱们现在看你背后这么多东西 可能咱们大概说 有十个画或者什么 他把里面后面所有东西都 一秒钟都不到 就直接都碰个出来 就是因为有人训练他了 对 现在模型的进步 确实是到了这个 就以前需要大量的 这个数据量来训练 然后需要非常明确的标注 但现在可能就有些很时髦的词 你听到 小样本学习 是什么 泛化 就是一点点数据 它就跟人学的一样 你孩子看过一次杯子 两次杯子 他就记住杯子了 什么样的杯子 他都知道是个杯子 这就是人学习的能力 我们小样本学习能力非常强 我们泛化能力非常强 机器就在往这个方向才走了 那你们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教育孩子呢 很多人都说 我们孩子以后都失业了 或者他们的未来 好不可知 怎么办 我觉得他们未来非常精彩 比如说举个例子 假设我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在他博物馆 就是我的水平比较差 只能看出来是这个 东周的还是西周的 这个层面 对不对 那对他来讲 他如果戴了一个眼镜 迅速就告诉他 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他哪个弧线 或者是他的某一个云雷纹 在这个地儿出现的概率是多少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他的世界比我们精彩很多 我们太受限于我们眼睛嘴听的这些 那么他还会像你一样 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吗 我的意思是 你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特别关键 这个还就是云雷纹这个事 就是现在回去我们会 他们没有 他们不饿了 还有兴趣吗 就是你的知识扩大了 那你不知道的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不一定 不一定 我现在就看到孩子在上课 或者他回来带来的作业 我内心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 我心里觉得真是不用选 真的我心里有这种想法 不用选 模型比你干的强多了 还写作文 我让Jeffrey BD写出三篇作文 我真让Jeffrey BD写了一篇 但我发现 我说你用一个小学生口吻 写一篇这个邮寄 对 然后呢我发现里面错误很多 事实性错误 他编的我的天哪 他居然会说 我在这个景点买了一个小钥匙圈什么 就全是他自己编出来 就是电脑自己编 根本没有发生的事 但是他会有事实性错误 比如说 他说去到一个寺庙门口挂着一个叫做 无事没入 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根本没这事 就是我给他一个指定地名的地方 没有这个事 他就瞎编 所以我后来我跟孩子说 你还得自己做作业 因为看这作文写的不对 我给你举一个第二个例子 就是我让他去写英文作文 我找了四个模型 我全部是听说 你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 英文水平特别好的学生 然后你最喜欢的是 跟地球跟动物相关的 这是完全对他的描述 然后现在呢 你在学校有这么一个作业 想象你是他 给我写篇作文 四个模型写篇作文 我觉得非常优秀 他的水平震惊了我 我觉得写的 哇 好生动啊 哎呀 我们回到了什么过去的地球了 又是我去到什么世界探索了 就我给他很具象的提示 那我的提示出来的非常的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英文的 模型的语言脑里 其实是更强一点 他就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矛盾 从家长的心情上来讲 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老师跟我说 孩子哪儿不行 我也听不进去 你想老师 你很快会被识弹 我心想说这个东西 真没啥用 他就是学的不行 也没关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 要去算那个心算和速算 我印象中我读小学的时候 这还是奥林匹克的 一个比赛项目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 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朱心算 我们会不会因为 我们从小进行了这种 朱心算以后 我们开发了大脑的智力 有这可能吗 所以我们 非常美好的期待 这有可能吗 如果你现在孩子 什么也不学 那他根本就 没有开发智力 怎么办 就是学习 肯定是很多事是习得的 对吧 包括语言也是习得的 比如说你完全不教他 对不起 他过了那个语言的核心阶段 他小学学不了了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现阶段 对我们人类 对于AI 包括对于人的本身的智能 还认识不初步的情况下 还是要遵循人类过去的这段经历 未成年阶段 肯定是在学习很多 对思维有用的东西 而且过去的历史证明 这些东西 现在还都有用 对吧 那从现实角度来说 你在搞不清楚那些之前 你还是得这么 说的特别好 我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小学还是得好好说 虽然知识可能没那么重要 但是学习知识的这个过程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将来真的很不知道 世界会到什么样 那你有学习的方法 就是学习学习的方法 学习思考的方法 这件事就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方法 可以能理解一下 大家都来 Gol 这是不是 这么一遍 那么一遍